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长警长 我是黑猫 老鼠已经逮中 是 立即归队 黑猫明白 走 姐夫 小儿 哎呀 真的是你啊 姐夫 哎呀 怎么会是你啊 婶儿 赶快赶快给我打开吧你 哎呀 你真是 你真是 你怎么能够聚众放黄色录像呢 没有 那可不是我放的呀 你看也不行啊 我其实看都没看着啊 我 我一进去人家都开眼了 电视里那个你的刚把门打开 你就进去了 我进去了 不是 你 你就进去抄黑窝去了 小儿 你说你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我没看着 而且是第一次了 你说 我们那个假科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 啊 那你看见我了 倒是没看见 就是嘛 我真的是头一字 而且什么都没看着 你看 你应该盯了什么字 真的是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 我真的是第一次 可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啊 那是戴着头套 一般人认不得 你不是第一次啊 我这么说 走 找派出所 就是第一次 走走走走 你可就这么一点事 你看干嘛 小儿 你这是六害之列你知道吧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领导一直在抓 一直抓我 抓这些问题 这关系到啊 这关系到 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上大课 不是 这些问题啊 你是不是有瘾 不是 你要有瘾回家 跟咱姥姥说去啊 干嘛跟姥姥说 姥姥耳朵聋 她听着心不烦 你看你说话的个样子 你这这这 你别废话 家里都等着过年了 你快给我打开 小儿 这是别人我就打开了 那怎么 因为你是我小舅子 对呀 来吧 打开不等于寻私琴了吗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你这人 啊 怎么有病 你和我姐 不是还没登记呢吗 是啊 咱们在法律上来说 不是亲戚关系 不 法律是法律 我们要尊重事实 怎么着怎么着 你和我姐有事实了 哎呀 不是不是 我是说我和你姐 我跟你姐事实上已经 这不是还是有事实了吗 你 你怎么能往哪儿想呢 走 不是不是你跟我走 小儿 走 干什么 找你们领导 我把这事实说清楚 走 小儿 走 哎呀 你姐是自愿的 哎呀 不可能 哎呀 我跟你姐事实上一直在 我跟你姐 谈恋爱 哎 她怎么着谈恋爱 那可是这不是废话呢 走 你轻点成不成啊 怎么了 脚崴了知道吗 那 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 谁让你追那么紧的 你不跑我能追吗 你不追我能跑吗 啥是我的不是 哎呦 又不是我一个人看路上 你干嘛闭嘴我不放 不 真能怪我吗 黑骨隆隆的就你那量 我顺的量快就追来了 行行行 你也笨废话 要走也行 去给我打个滴去 干嘛 上派出所啊 打滴去派出所 要不你给我揉揉 你揉我好了我跟你走 拿个脚 这个 这个 那好 哎 哎呦 你这姐 哎呦 看看好了吗 哎 真是好了 这 行 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 晓二 你别胡闹好不好 这不是在家里 你给我打开 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怎么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 再说你都听见了 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不就是那个警长警长我是黑猫 啊 你再报告一次 怎么报告 你就说 警长警长我是黑猫 我是黑猫 老鼠十分狡猾 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 丢了 不是丢了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 行了行了不放你不放 干什么你黑猫黑猫的 我堂当的陈小二子们 怎么知道你又成老鼠了 那是你的代号 你才是老鼠呢 我怎么是老鼠 你就是老鼠 我姐是黑猫 你见了我姐 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 瞧那个样 娟儿 娟儿 行行行行 我就那么怕你姐 你不怕 我姐说一 你敢说二吗 我不说二 你敢吗 我就不说二 我就不说二 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梅去 你敢有个不字吗 我呢是为了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每天一到礼拜天 给我们家大床单子 背单子 夸插夸插一洗一天 连个怨言都没有 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你妈说了 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 算了吧 我妈那是为了省电 就今天这事儿 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商量 我当着要 我先把你送进去 再和你姐商量 怎么着 你非要把我弄你去 小二 就你这点事儿吧 进去认个错 说说清楚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放说呀 再打个电话 让你们厂长来领你 对不对 什么 让厂长领我 我不听了 怎么了 不能去 为什么呀 这事儿不能让他们知道 那怎么 我现在是 是领厂查看期间 我去 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 你不是让他们知道了 那非把我开除不行 我这么打工 我能为我不行 我不行 你看你看你看 你现在知道了吗 完了 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吗 你说吧 家长承诺 家长 也行 那就是你了 我怎么成的 你是我姐夫 不不不 我跟你姐还没登记呢 在法律上 不不不 不是有事实了吗 你别这么说 不不不不 不行 不是 这不是一回事 不不不不 我承认了 你就是我姐夫 姐夫 姐夫 你接我去啊 你把我领出来 我把你送进去 我接着把你领出来 哎 有点麻烦了是吧 是啊 你直接把我送回家 不就完了 哎呀 媳妇儿 你就进去说说嘛 能说清吗 到里头去 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了 没事怎么能说出事了 那就是因为现在没事 他一说不就出事了 这我们是讲道理的 再说那还有我吗 你呢 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 啊 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 下有班长组长 你算了解啊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 在所里处理问题 一般我不发表意见 那是轮不上的 但只要我说话 跟没说一样 只要我说的对 不可能照办 哎呀 你想啊 混了这么多年 你连个组长你都没混上 还说什么呀说 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 爸爸你也就蒙我姐 还行 我怎么蒙你姐了 你没蒙 大从年初你这跟我姐说什么 哎 娟儿 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 这都年级了 怎么还没动静啊 看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嘛 你呀 我算看透了 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耗 也就欺负自己家人 拿小舅子开个心还行 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啊 怎么着我就说了 你套什么进货 什么什么就套进货 我今天这小警察 就跟你铁面无私了 怎么着 走 干什么 走 我不走 你走 我得抽白烟的 我掏不出来 你给我打开 你给我打开 我把烟掏了 抽白烟我给你走 好 我这有 什么呢 国产的 丢不起闻人 哎 你不抽算了你不抽 走 你 哎呀 哎呀 你这又怎么了 我这后背痒呀 你看你那是事儿吧 我这你给我打开 我够不着啊 忍着吧 你看我这够不着 忍着吧 哎 好好我给你挠挠行不行啊 不用你 哪哪哪哪哪 隔着衣服能解痒吗 哎呀 你那爪子冰凉冰凉的 那你说怎么办 你跟你们打着我留一遍 真是的 哎 我也凉啊 好好好 来 你给我打开我自己 拿 拿一拿不就 拿 上面 啊 下面 啊 上面 到底哪边 全方位的吧 哎呀 你也得有点重点哪 重点在哪 就就就这就这 哎 对 是的 就是了 使劲 使劲啊你 哎 我这都痒啊 我给你挠挠 哎呦 用不着 哎呦 你怎么能带你 我怎么不着 真是的 哪里不是哪里 走 走 往哪边 往这边走 那边绕远 这边进 干嘛从那走 这边还能录个家门口呢 哎 录个家门口干什么 怎么着 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 大锅节的人都以为我失踪了呢 你干什么干什么 你这边要打什么招呼啊 哎 那怎么办哪 那那那那那家里以后有失踪了 不能还去到盘厕所找我 不许你怎么说嘛 怎么说 我就说 哎 妈 姥姥 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衣服 举手拙了 就是连一块的 他还说 你要带我要到所里 去住个十天半个月呢 你还是不能在家过了 回头抽筷 你不给我带点好吃 你都送点鞋 你不能这么说 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 别咱妈咱妈的 啊 那是我妈 啊 你妈身体 那没关系 不就是心脏病了 别不得让她看她 再说了 咱姥姥的 别咱咱的 套什么劲 啊 你姥姥的 你姥姥的 咱姥姥的 咱姥的 你姥姥的 你姥姥的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怎么说你就说 咱们姥姥的 这不一样啊 你就说 他老人家 啊 他老人家有脑血栓 没关系 说不定让你的仪器啊 还奔一下就给气功了呢 哎呦 我告诉你 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 走 好姐夫 走吧 你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 你放心 以后你再也见不着 你不能去 走 让我妈也看看 瞧这女婿啊 多英雄 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靠走了 明天就是丈母娘 后天就是我姥姥 大后天 啊对 你得把我姐留下 小二 你呢 好过小日子啊 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 你 行啊 我算知道了 什么叫一权谋私 什么叫杀人灭口 你 我你 我揍你我 你打人呢你还想啊 你打 你打 哎 今天你不打你这小舅子 我打你 你说我怎么贪得这么个小舅子 别说这个啊 你还没结婚呢 朋友们 你们说像她这种情况是应该放 还是不应该放 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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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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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家超这位大姐有政策谁 别 别叫人家大姐 人家才五岁 人家 人家倍儿大 大妈你特别好 哎呀 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 这样我再问问他 小二 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 是 什么 不可能的 不是 真不是 真不是 反正跑了何啥也跑不了妙 本来呢 刚才你不跑 我也不至于给你靠上 是的 我说 到了我了 明天中午 我请客 回去办点炒州城 带上我姐 别走 留个案提 明天不请客了 姓名 死心眼 死心眼 不是叫陈小二吗 知道你还问了 姓别 瞧着办吧 家庭住址 家庭住址 问你呢 你去跑八趟 你问我 你明天 学生检查 送到派出所 这事儿 找我姐说去 你姐没空 那还有你呢 我怎么能 谁让你当我姐夫的 好好好 家在这边 我得搭东西呢 什么东西啊 路上一任路边了 你还是公职权啊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 你弄了 姐 妈 我打一辈子 光伟真闹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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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